她17岁得亚洲影后,晚年却沉迷赌博输光家产,69岁暴毙家中。 李京,原名李国英,1960,70年代香港国语片演员。 一家于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,国民政府撤退台湾。后,随父母移居自香港。 李京家中有五个哥哥,两个子子,自己排行最小。他曾就读领英中学。 自幼就对电影极有兴趣,就读宝雀女子中学。10,听文少事。所属的南国实验剧团。公开招收第二期学员,于是不顾父母反对坚决投考。 当年有超过2000人报名应试,李京平或清新的外表和表演天分幸运录取,于芳莹。江青。郑佩佩。秦平。等40人成为同期同学。 60年代。 60年代少事女星李京,原名李国英,曾评注于美人一片,在未满17岁的年纪夺下第十二届亚洲影后,而有娃娃影后的封号,但昨日,22日,经常她暴毙家中,中年69岁。 60年代少事女星。 60年代少事女星李京,而警方调查后认为案件没有可疑之处,以裂案处理。 李京曾风光一时,虽然年纪轻轻拿下影后,但晚年凄凉,不止投资股票失利,还尝到澳门烂赌,因此把家产输光,后来还欠租金又不搬走而遭房东提告,经济状况大有问题。 一位李京的好友梁小姐接受港媒访问时,更透露过去李京快要嫁给男友雷教华时,男友却因心脏病咒势,让他大受打击,自此一蹶不振,现传出暴毙家中消息,令人不胜唏嘘。 李京七日旧照 李京金武被发现于香港则于永家中暴毙。 李京一家于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,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后,随父母移居至香港。 李京家中有五个哥哥,两个子子,自己排行最小。他曾就读领英中学。 自幼就对电影极有兴趣,就读宝雀女子中学时,听闻上市。 所属的南国实验剧团公开招收第二期学员,于是不顾父母反对坚决投考。 当年有超过2000人报名应试,李京平过清新的外表和表演天分幸运录取,于芳莹、江青、郑佩佩、秦平等40人成为同期同学。 期间,曾刻专演出梁山博与祝英台,于玉堂春,于玉堂春,于1964。 宝莲灯,于196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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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5月李京以此片获得亚洲影展的影后宝座。此后东家。 宝氏有计划性地展开力捧,一连为他开拍芯片,声势一路窜升,作品票房屡创新高。 除了1969年时摔脸左腿骨休养半年,几乎一刻不停地拍片,陆续完成黄梅调电影。 进入1970年代,李京已是、资深、等年轻巨星,不仅连续多年入选国语片十大明星,更是港台炙手可热的女星。 1976年代,李京结束了与邵氏十三年的宾主关系,开始以自由演员的身份往来港台两地。 1978年,李京与导演罗马合组长天公司,在创业作《追》,终担任主角。 1979年相恋十年的男友雷绝华过世,使他大受打击,逐渐减少拍片量。 1983年,长期陪伴在旁的母亲病故,岁宣布退出。 1979年,长期陪伴在旁边的小学生拥打资深度,叫人轻巨星,指导、说明了,将数人一按资深度 że仍不做了。 1984年,女士小明星要接触。 1997年,女士小明星的余局。 199年,女士小明星要接触。 谢谢大家